高雄七暴已经五周年官司一庭又一庭的省 加上45亿元的善款屡被质疑滥用爱新 现在议会专案调查小组也有了重大发现 高雄市政府到底在做什么 当善款之凯不遗余力 然后最后把善款用到只剩下3000多万 现在只剩3000多万 专案小组查到当时府内已经有市府人员 还有法界人士组成的求偿救助金审查会 而且还开了46次会 律师只要加总救助金数字就好了 但陈局市府又编列善款6584万元 找法律事务所帮灾民代位求偿 但实际调查其实法律辅助并没有必要 难道这笔6000多万元律师费白花了吗 那律师费不需要的原因 其实来自于其实高雄市政府 事实上在先前的部分 已经都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了 那所以后面的这个诉讼的部分 会变得极为简单 那事实上只有我们法治局就可以做得来 并不需要花这个6000多万的这个诉讼的费用 6000多万元律师费被质疑白花了 过程中议员更加码爆料 打气爆官司 德标的事务所上官人员传出青绿色彩浓厚 律师事务所的跟市政府的关系的部分 事实上是极为密切的 那从历届的这个法治局局长 跟我们这个德标者的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我觉得跟所有的参与的律师的部分 的确有很微妙的一些关系的存在 如果发现气爆善款的流向不明 甚至有违法之嫌的话 我们市政府一定会把它移送检掉单位 疑点重重让专案小组决定用土力罪嫌 移送检掉侦办 究竟气爆善款使用是否涉及不法 一桩桩一件件都得查得清清楚楚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